大家好,我是三喵鞋这个小尾巴和这个刚做好的F35A这个战斗机的模型上岗 哎呀,上次我说这个上次做模型还是2022年世界杯那会儿 你看这不恢复了,做好了一架F35A战斗机的这个模型 然后它的涂装是这个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涂装 这么一款美国的飞机,它的用户有这个美国,英国,然后日本,然后这个芬兰 据说也要买这个F35战斗机,当然还有以色列呀等等等等 那么目前来说啊,这架飞机是传量最大的这个过去是第四代 那么现在划分是第五代的这种战斗机 那么这款战斗机最早是这样的一个联合打击攻击机计划 其实这个计划是由两个计划合起来的 我们把时光拨到1990年代啊 那个时候啊,美国空军在考虑啊 就是你下一代的这个F15F16这些飞机的替代 他们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么当时不管是美国还是这个苏俄啊 一般来说只要你是财大气粗的空军 那么好吧 当时地球上财大气粗的也就是美国和这个前苏联 那么都是讲究一个轻重搭配 那么重型战斗机负责制空 那么轻型战斗机呢是负责一些别的任务 你比如说这个美国空军重型战斗机那个第三代是F15 轻型战斗机F16 甚至啊,财大气粗的这个美国啊 这个海军重型制空战斗机F14 而轻型的这种多用途战斗机F18 那么苏俄空军也是有样学样嘛 那么重型战斗机苏俄27 那么这个轻型的多用途战斗机 咦,是多用途战斗机还是机场保卫者呢 米格29 总之一定是要这个轻重搭配 那么当第四代战斗机 当时的第四代战斗机 现在叫第五代战斗机 它的预言计划被提上日程的时候 那么美国空军 它的整个的设计的这个想法 后来交付厂家实现 就是这个洛克希德马丁的F22 和这个诺斯罗普的这个YF23进行竞争 最终是F22胜出 是重型战斗机 那么对于这一代的战斗机 有几个基本要求 隐身 最硬性 最硬性的这个要求 因为海湾战争已经都看到了 F117那种飞机 飞行性能差成那个样子 就是因为它隐身了 所以能够在这个伊拉克的防空体系当中 做到这个万花丛征去片甲 不沾身 做到这样的效果 下一代飞机无论如何 必须隐身 如果有可能的话 超音速巡航 然后再加上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 包括这种相控阵雷达等等等等 这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F22是做到了这一些 那么跟它搭配的 应该有一个低端的轻型战斗机 那这个就是联合打击攻击机 就是我除了有一个轻型战斗机以外 还有一点就是苏联没了 对吧 那么美国的国防压力就骤增 那么美国不像是某些国家一样 你这个国防预算这种东西 那是要国会拍板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次俄罗斯打乌克兰 打得这么拉垮 那么美军一定是很伤心的 对不对 那么当时苏联没了以后 这个美军怎么向国会老爷们要钱呢 我们要新型的这种战斗机 哎呀不好要钱了 怎么办呢 那我就联合其他国家一起研发吧 那么这样的一款飞机 当时是波音公司的XF32和这个 罗克西德马丁的XF35这两款飞机进行竞争 这个波音公司的飞机呢 长得跟这个不太一样啊 长得是大嘴巴 机头下方进气 这个样子是没有这个水平尾翼的啊 这个也的确做到了这个隐身 气动布局跟这个F35不太一样 但是飞行性能比这个XF35要差一些 所以就在世纪之交啊 这个美国军方宣布这个F35是胜出 那么亲定了 那么当然了 这个研发的过程除了洛克西德马丁公司 作为这个主研发团队啊 你像那个英国投资了很多钱 也是进行研究干嘛呢 发动机啊 这个除了这个普惠公司啊 那个罗尔斯罗伊斯也是参与研发了 很多很多发动机的项目 那么2001年左右 这款飞机定型就是他了 但是这款飞机是直到201几年才开始服役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出现了不可避免的这个delay 这种拖延的情况 这个F35因为毕竟嘛 要尽可能的兼顾经济性的问题 所以说有三种型号 我手里拿的这个空军的基本型啊 那么海军陆战队要的是B型垂直短距起降型 那么还有海军型的C型 那么尽可能的去通用很多很多的零部件 这样以节约成本 当然了这个先说海军型啊 嗯我们说一般的飞机 它是没有办法在军舰上起降的 你最简单来说 你看这架飞机的这个前起落架是单机轮 而且没有这种跟弹射机勾起来的这个勾子 海军的飞机是一定要有这个东西的 而且起落架的这个结构要加强 那么除此之外 为了整个的飞机啊 在这个起降的过程当中 要有比较好的操控性 要有比较大的生理 所以海军型的飞机 这个机翼是往外延展了一部分啊 那么这是海军型 看起来改进 可以接受最大的问题 在于这个垂直短距起降型 呃 这一款是海军陆战队一定坚持有的 那么海军陆战队 Marines啊 就是有人会说美国是三军啊 那还有人说美国是四军 海军陆战队单独成为一军四等人 嘛 那么这个海军陆战队 有他自己的这种坚守 二战的时候啊 太平洋上最艰苦的一些战役 全是海军陆战队打的 那个伤亡惨状 海军陆战队在此之后发誓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飞机 不能再动不动就呼叫 当时陆军航空兵的飞机 或者海军航空兵的飞机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飞机 那么后来啊 这个在他们登陆舰上 会有这个英国的钥匙飞机 那么海军陆战队给他起了编号 AV8B这样的一款飞机 垂直起降 短距垂直起降 海军陆战队用的很满意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也要隐身啊 我也要进步呢 那么F35就一定要有一个 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型号 它跟这个钥匙飞机不一样 钥匙飞机是整个的 这个发动机喷口向下偏转 而这个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呢 它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进气口 为了这个进气口 海军陆战队的这个F35 这个座舱被削了很长的一段空间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向下喷气的 这样的一个垂直生理发动机 那么这款设计啊 当然有人会说 这是抄袭自前苏联的雅克141战斗机 那么这个雅克福列夫设计局 设计出的这款飞机 是一款理论上讲 能够超音速巡航的垂直短距起降飞机 一切都很好 但是苏联没了 那怎么办呢 当时洛克希德公司是提出 哎呀我出点钱 你把这个飞机继续给研发成吧 所以雅克141后来 又在巴黎航展上 亮了个像就没有像 所以你看 有人说万恶的美帝 通过这种方式剽窃了苏联的技术 就像当时有人说 万恶的美帝 通过剽窃苏联的论文 搞出了F117一样 那么当然这款技术 美帝就算剽窃走了 它要想应用 也不是那么那么简单的事情 有很多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最典型的 这个垂直起降飞机 如果飞机真的是垂直起飞的话 那么飞机的载油量 载弹量就非常非常的有限 你以这个钥匙飞机为例 真要垂直起飞 作战半径92公里 那为干保卫者 不是 不能这个样子 所以说海军陆战队在应用的时候 只能说短距离起飞 这样子油料 灾弹量都能加大很多 然后垂直降落 这样一个折中 那么美国的这些两栖攻击舰 也是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景的 2011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的防长就说 F35的三款型号 就这个B型 遇到的困难是最多的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这个B型上面 如果不行 我们需要把这个子型给砍掉 但是海军陆战队坚持 我们必须要有这款飞机 结果是这款飞机 不但是在海军陆战队 是大规模的应用 而且还让很多国家 实现了自己的航母梦 您就比如说 之前我做过节目 说航空母舰是一定要有弹射器 然后才能起降这种大载重的飞机 对不对 那是过去 但是现在有了F35B型飞机 像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航空母舰 它没有弹射器 照样能够起飞满油满弹的雷电战斗机 那么除此之外 日本的出云加赫 也是可以变成这样的航空母舰 当然了 F35也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问题 它有一个外号 军方的代号叫闪电2 那么有人给它外号叫肥电 因为它超重了 但是超重之后 通过削薄蒙皮等等这种办法 还是大概能够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重量 总之 命途多船 这款飞机终于服役了 而服役之后 这款飞机的性能 它的表现也是不出所料的好 你要说有缺点没有 有 不太能够超音速巡航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是不太能够超音速巡航的 如果有资料的话也欢迎朋友们补充 那么优点 隐身 真的是隐身的 那么我们知道21世纪的计算机技术有多大的发展 它开始研制的时候是90年代 我家里现在还有一台老古董 98年的冬芝笔记本 那个东西都舍不得给它处理掉 这玩意儿当时是超大的内存32兆 你想想那个时候电脑技术 那是什么样的档次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电脑技术又是什么样的档次 可以处理更圆滑的这种弧线的隐身 对吧 F117如果是棱角分明 牺牲了很多飞行性能 F35就可以不必这么做 那当然了 隐身的话 这个武器都是在内置弹仓里的 那有人说三秒 不对呀 为什么你做的这架F35A 它是有挂在外在武器的 你看两枚响尾蛇导弹 还有四枚炸弹的 这个F35可以选择一个所谓的野兽模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这个所在空域的敌军防空力量 真的被彻底清空之后 我就可以上挂架 带这种炸弹跟导弹了 那这就是野兽模式 当然了 这个日本空子F35会在什么样的实战状态下 有野兽模式 这个咱就不要联想了 那么接着往下讲的话 F35它是有非常非常强大的 这个信息处理 态势 感知 这样的能力 这个就是这一代战斗机 第五代机比起之前的那几代战斗机 跨时代的一个进步 飞行员对于事态的感知远远远远超过之前 甚至F35它自己就可以当一个小小的空中预警机 那么美国空军在一些军演的时候 这个F35它面对这个传统的这个F16啊 这些飞机那都是压倒性的优势 而以色列的这个F35 他们管的叫阿蒂尔啊 那么这款飞机已经在战争当中 证明了自己 那么当然了 美国也是向着这个自己的这些盟友这边 关系好的 那咱们就卖这个F35 那你说这个土耳其啊 当时为了向大地表中心宁可放弃这玩意儿 然后搞来了一些S400 那真的是欲哭无泪这样的东西 那么F35呢缺点有没有 有 但是它的确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新一代战斗机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 得益于现在这种电脑技术的进步 它比原先预料当中的这种重型战斗机 F22的战斗力可能还要强一些 所以说这款飞机是汇集自由世界 如果说过去F5 它是自由世界的保护者 那么现在这款飞机可以继续保卫自由世界很多很多年 那么好 今儿这个话题啊 咱们就聊这么多 回头有时间 咱们聊一聊俄国的苏古期 那就是以后的节目了 那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